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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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自贵州 今天给大家带来我的 非常值得治豪的家乡食材 贵州黄牛肉 家乡的味道 这个牛肉太好了 那当然 因为我们贵州的黄牛肉 脂肪含量低 蛋白质高 胺基酸含量高 肉质细腻 保满多汁 行了行了 美姐 你看美姐 你看美姐一说起牛肉来 好像输了个灌口 噔噔噔噔 连续不断 就是一直就想夸夸这牛肉 到底是怎么好 但是我跟你说 美姐 您刚刚自夸不详 因为什么呀 今天咱这个大厨不是一般人 我们这个大厨外号叫许仙 他这个一说 他就能说出来这个牛肉好不好 您也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好 大家好 我是精武财大厨许侍权 外号许仙 您看美姐带来了家乡的牛肉 刚才夸了一番了 说牛肉多么多么好 您得慧眼识牛 间别牛肉咱们是行家 咱这牛肉 行吗 特别有信心 没问题 没问题 你看美姐说了 没问题 再说了就你鉴定的方式 我都知道 那你说说 我给大伙普及一下 鉴定牛肉一共三招 一看 二纹 三摸 什么意思呢 一看 先看看这个牛肉的纹理 这叫大理石花纹 还要行 你看看这花纹 很漂亮是吧 我这一看就没问题 第二呢 纹 一纹 没问题 第三 摸 喝 没问题 这我看来呢 我们这牛肉完全的没合体 怎么样许大叔 我这个功夫倒不倒架 你说这个 那就是第一招 小儿科一年级的一个水平 举一招我还没教你呢 除了您以前教过我们那种方式 今儿还有更好的方式分辨这牛肉 简便检验着牛肉的质量 那既然说您要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个方式 美姐咱有信心吧 绝对的 有信心 那咱们第一个方式是什么 斩刀不掉 咱们让许大厨切哪块呢 咱挑一个吧 我带来的贵州黄牛肉 哪块我都不担心 请许大厨自己挑 好 咱们就拿一块 咱们切 真的太厉害了 这个牛肉粘在刀尾上 就它一点也没掉 您这解释解释 为什么这个好牛肉粘在刀上 它不容易掉呢 说明这个牛肉没有水 这是第一 另外它很新鲜 切完这牛肉它是不掉的 但是粘刀不掉算什么 我粘盘也不掉 随你粘多少片 盘子咱有的是 来 白盘 好 好 整个顶我脑在上了 这个要教你一招 割盘也不掉 第三个顶脑袋不掉 顶脑袋上它也不掉 我还有一个绝招 验证这个牛肉的质量 上我的道具 那怎么就是说用一锅开水 就能证明牛肉的好呢 这个汤清澈 第二表面的油脂 它是种小的颗粒状 第三闻起来 这汤非常鲜美 行 那我们再用这个开水的方式 来证实一下 哇 这个肉汤非常清澈 而且上面几乎的没有任何血沫 这就是好牛肉的一个标志 真筋不怕火炼 好肉不怕水来煮 是这感觉 这一关过了不 许大厨 这关还可以 那咱们看了半天了 也证明这牛肉好了 那什么时候能尝一尝 有点鸡肠鲁鲁了是吧 很想吃 那么我从贵州呢 带来了我们特别的蘸水 那你尝一尝 贵州的黄牛肉 当然得赔贵州的蘸水 首先辣椒 对 胡辣椒 最重要是我们的灵魂调料 这个呢也是我们从山坡上 牛肉也可以得吃的 叫野葱 我们也叫苦蒜 我们的牛就是吃些仙草长大的 折耳根 柴虎这些 喝三千岁 怪不得这个牛肉这么好 下一步喝点热油 对 热油 淋嗆一下这个 钻水 喂 您这工艺太好了 这个蘸料非常的丰富内容 所以说我们的牛肉啊 就清水涮一下 直接蘸这里面就有很丰富的味道了 这个蘸水和我们的清水牛肉 是很绝配 对对对 这油差不多了 可以了 热了热了 哇 你看好热烈 对吧 这样的蘸水来蘸我们的牛肉 那个味道可就丰富了 哇 蘸水一丝香味儿铺皮 你看 是不是很香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刚才煮好的牛肉赶紧蘸一下蘸水尝一尝味道到底如何吧 哇 真的太好吃了 我们特别怕那个牛肉特别柴 这个牛肉既嫩又保持了口感 而且吃起来很有回弹感 更好吃是我们这个蘸水 虽然有点点辣 但是这个辣是香辣 对 吃起来又香又辣又解腻又过瘾 只有好品质的牛肉才能用最简单的方式来烹饪 这样才能突出一个成语叫原汁原味 贵州特色农产品吃出健康好味道 本节目由贵州特色农产品特别支持 这还是其中的一种 学大厨检验我们牛肉好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那么我下面给大家做一种 我们地道的贵州口感 很出名的一个味道的牛肉做法 就什么 什么菜 公饱牛肉丁 太棒了 能尝到最地道的公饱牛肉 咱看一看到底怎么做的 牛肉在这边 咱们首先先选一块 上老肉 对牛肉的选择也是有要求的 按照理我们说炒的肉是比较嫩 想到公饱就会想到公饱就低 但是我们这个牛肉 我敢用于它炒 说明我对这个牛肉非常有信心 好 好 拍一拍 拍一拍 对 为什么叫拍一拍 拍一拍 撒得好切 看那鸡肉 对 松弛 然后我们打花刀 这打花刀的步骤非常重要 为什么 咱们这个入味示意方面 更主要的是断筋 这个花刀要怎么切呢 这样十字 这边这么切 这边这么切 明白 然后它都没有断开 然后这个时候切到一只宽的 这么一个条 大家一想到炒的肉呢 都是用什么牛牛啊 小黄瓜条啊之类的 但是呢我们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拿来炒也没有问题 好 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先揉着牛肉 这个放进面先腌一下 腌一下 料酒 一个鸡蛋清 然后我再滑一点油进去 就相当于生粉的作用了 就是用油的方式 也能尽锁住水分 而且保证它是嫩度 然后我要做一个最关键的 叫公饱汁 首先要有甜面酱 因为公饱它首先要有酱香 小绿芝味是甜咸鲜酸辣 对对对 所以它下面我们甜的有了 酱香有了 然后要酱油 要一点酱油 不要太多了 料酒 好 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叫甜酒量 加入米酒它有一种温润甜甜的 有一点酒香那种感觉 它和这个就综合的比较好了 它有一种酸味 发酵的 发酵的 对对对对 放米酒这种方式还是挺特别 但是呢 也特别符合这个贵州的 这种味道 对对对 会调这个汁以后 公饱牛肉 公饱什么猪肝啊 什么之类的呀 肚尖什么很多菜 你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炒 相传 晚清名臣丁宝珍 创作了一道 以辣椒鸡肉为主食的佳肴 他过世后被追赠太子太保 这道菜也因此得名 公饱鸡丁 丁宝珍是贵州人 所以公饱味型最初的味道 就是前世方味的 具有色泽清亮 香味扑鼻 味辣不猛的特点 而公饱菜中的肉块 也要求肉质滑脆 鲜嫩 因此后市不管怎么改良 选用的肉类 都必须鲜嫩多汁 因此 要想成功制作公饱牛肉 炖牛肉的鲜嫩度 就有着极高的要求 那这个汁调好了 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开炒了呢 开炒 好 来 起锅烧油 六七成热的时候 再把这个拿下去划 这个油要烧那么热 之前我做的时候划牛肉 我都会低温下牛肉 我就怕这个油温太高了 牛肉会不会老 不用担心 不会的 你看这个像这样爆 我们没有放那个芡粉 深粉 然后这个牛肉它就不粘锅 所以想要牛肉炒起来不老 第一个因素是长过好火 油温要高 油要多 第二 选择一块好的牛肉 对 也很关键 对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立起来了 倒出来 好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 加点油 加点油了 这个就是我的关键了 这是我从贵州带来的十八辣椒 十八辣椒是贵州菜的一个灵魂 今天这个姐姐是特意带来的 从贵州带来的 到底十八辣椒是怎么制作的呢 我们一起看一看 我们会用到两种辣椒 一种是我们贵州大方的皱椒 也叫史椒 也叫线椒 我们也甚至称它为鸡爪椒 这个辣椒的特点呢 是颜色红润 然后呢带甜味 不辣 很香 那么还有一种呢 会用到我们贵州花西的辣椒 这个辣椒呢 肉质后带甜味 然后呢 这个色泽也很红艳 特别的是有一种特殊的烟稀味 那么这两种辣椒 混合在一块 制作出来的十八辣椒 颜色红润 香气浓郁 首先把这两种已经晒干的辣椒 放在一个容器里 要用啃水 对它进行浸泡 现在呢 我们的辣椒已经浸泡柔软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简单 给它剪成小段 现在我们就把泡软 剪成段的辣椒 放进这个铁器里面 进行充滞 这种方式呢 在我们贵州 有点像打十八的那种方式 这样子做做出来的辣椒 我们就称之为十八辣椒 在辣椒与铁器的碰撞中 会散发出一种 让贵州人着迷的味道 好 我们的十八辣椒呢 就制作好了 今天这个就是纯的辣椒 来进行充滞 没有放姜蒜 是因为我们制作风暴菜呢 会去纳椒的纯香味 需要蒜的时候 是另外单独放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把我们的这个 牛肉 牛肉 放进去了 这个火烧大一点 然后把它继续爆香 对 这个时候 让我们这儿 我们舀一点 芡粉在里面 好 这个时候放下去 来 贵州公保黄牛肉 出锅了 哇 哇 这个菜做得真太成功了 你看上面那个这一层红油 真太有食欲了 对 这个是就是我们典型的 荔枝口的这么一个牛肉了 来 那咱们接下来尝一尝 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 哇 好嫩哦 它的这个嫩我无法用语言形容 但就您知道 牛肉大多数都是会很硬的 但它就是那种很相反 很嫩很嫩的状态 不差 对 一是美女的手技术好 第二个牛好 今天就是很简单一道菜 但是它做出来以后 它就是有那种不同的感觉 所以说咱们的贵州黄牛肉 是做这菜的灵魂 说得太对了 刚才你看我们吃了非常正宗的 这个水煮牛肉 尝了牛肉的原汁原味 接下来呢 我们尝到了这个贵州风味的小炒黄牛肉 是吧 这个公饱牛肉 对 它有那个荔枝口的那种回味在里面 大厨 我接下来您要做什么呀 今天这个梅姐这么好的食材 我得利用这个好的食材 做一个高难度的 再加上我的这个厨艺 我给你炒一个通暴牛肉 通暴牛肉 不对呀 我这么多年一直吃的是通暴羊肉 这道菜呀 一是看牛肉 二是看手艺的 今天好牛肉来了 咱们让许大厨 好好的给咱露一手 没问题 那今天适合我们做这个通暴的 是哪个部位的牛肉呢 用这个牛鳞就可以 牛鳞 非常的 那接下来呀 问题就来了 你看这个羊肉我们都知道特别嫩 不管您是买这种羊肉片 还是说您就直接手切 它怎么炒 它都是很嫩的 但这个牛肉它不一样 怎么能让这牛肉炒出来它不老 对 首先牛肉得好 第二个咱们炒的过程中 当然有小技巧 那切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办法 首先来讲 这牛肉要断丝切 薄一点 但是薄了不炒的时候 不能让它碎 这是很关键 好 来 咱们把这个牛肉搁里头 好 来点料酒 来点胡椒粉 给它抓匀这个味道 接下来呢 我给这个牛肉增嫩 有 有 电粉 来 没钱吧电粉拿来 用不着 这个牛肉用不着 这个牛肉增嫩 只用一个鸡蛋就可以了 你看这鸡蛋还不能多加 三分之一的蛋液多搁 这个嫩度也就变了 你看一遍 这就可以了 下一步呢 咱们的配料 大葱少不了 切滚刀 滚刀小一点 那个葱爆系列的 这个大葱是很关键的 对 我觉得您这么切以后 这个葱也是能给它断筋的 对 是吧 这个葱呢 它也有塞牙的时候 但是这么切完以后 那个葱吃起来 它就是那个脆的状态 对 它不塞牙 对 在家里呢 你比方说做一锅油 滑油很麻烦 而且这个不上淀粉的牛肉 不适合滑油 它不适合滑油 就是煸炒 或者说用油量 稍微大一点 炒一下 完了把油逼出去 这样的肉才嫩 那您刚才说油稍微大点 您这油量也不大呀 可以了 可以了 这个油一定要弱 这个肉在锅里待的时间越短 它越嫩 那您这么着给总结一下吧 大概待多短 多长时间 一分钟足以了 一分钟足以了 对 所以说这油温一定要热 动作还得快 看着啊 一分钟的时间 往往您可能打个眼睛就过去了 但是取大煮只用一分钟的时间 就能把牛肉滑得特别的散 而且呢 您看这个牛肉很嫩很嫩 依然保持这个状态 这就叫厨艺 好了这牛肉 出锅了 有一分钟吗 好像都没有到 没有一分钟 加点底油比较多 咱们炒这个配料 这个葱爆牛肉也好 葱爆羊肉也好 一定有蒜 加咱们的大葱 好 这时候翻炒 把咱们大葱给它炒散 加点酱油 来 这葱一塌腰 咱把肉倒里 好 好香啊 这时候咱们加点香油 烤 咱们把这个最后这点醋 灵魂 少了 加里头 太香了 这个醋香味出来了 小池 两碗米饭 我得一会儿尝一尝 对我的手也发生质疑了 那倒不是 因为第一次吃葱爆牛肉 对 样子跟葱爆羊肉 其实无二都差不多 味道 口感很重要 接下来我们尝一尝 来吧 咱们先来尝一尝吧 这个牛肉居然比羊肉还嫩 牛好 牛好 一嚼就散开了 这根本就不是吃牛肉的口感 觉得我们有时候人需要薄乐 我们贵州的黄牛肉 这么好的黄牛肉 也是需要薄乐的 是啊 而且配上我们的大葱 吃起来以后 那个葱还有那种 对 增香 对 然后增加口感 有甜的那个味道 咱们做这个菜 刚才知道了 一定不能加淀粉 盐这个 那个嫩 跟这个嫩就不一样了 是的 这个就是它本身自然的嫩 自然的 我觉得今天我们感受了 这个黄牛肉的魅力 重新的对它有一个认识 就是贵州 我们刚才看到了那种 烤牧场的状态 对 饲养的牛呢 就是很天然 然后它牛肉的品质 就非常的高 我们可以用各种 松任的方式来放任它 我相信以您的口味 一定能找出 更适合这个黄牛肉的吃法 我们下期待